唐重荣大女儿成世界第一女指挥 创办唐重荣国际步道团 著名牧者唐重荣近日宣布女儿唐文心 获世界女指挥大赛冠军消息 并从中分享她教养儿女的心得 就是从小时候带领她们向上帝祷告 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唐文心 一位充满活力的女指挥 生动的指挥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四乐章 9月28日 35岁的她成功在法国巴黎的2020年首届国际女指挥大赛获得冠军 印尼许多华裔在各行各业大防疫才为国争光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音乐界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指挥家唐文心 她在2020年首届国际女指挥大赛中获得了冠军 接下来一起来进一步了解她 所以我非常感激烈地与给了最初的获得 去Rebecca Tong。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马郎市的唐文新, 目前是雅加达交响乐团的常驻指挥, 也是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的指挥学资深研究员, 担任英国音乐学院歌剧系的助理, 并协助英国的两个主要乐团, 英国广播公司和皇家利物普爱乐乐团。 首届国际女指挥大赛自9月15至18日三天举办, 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12位女指挥选手, 如美国、英国、法国、哥伦比亚等国家。 唐文新经过淘汰赛后,闯入半决赛而成功争夺总决赛的冠军, 她也是东南亚第一位获得冠军的女指挥。 唐文新接受采访时说, 我非常荣幸作为印尼市民,因为这次我能将印尼走向国际界。 实际上,印尼拥有许多人才,但偶尔还没受到国际界的认可。 因此这次我能将印尼走向国际界,我感到非常荣幸。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唐文新非常赞同这句话, 大家看他所获得的成就并不是一夜间就能完成的。 对他来说,想在音乐界成功必须注意三个要点, 心灵与身体的纪律,团队感,以及要找到音乐的乐趣。 再一次。 他说,一切关于乐谱和声的知识都是属于心理纪律, 而我们从小到大培养的集中注意力和保持体力是属于身体纪律。 第二个是团队感,作为指挥不仅要与音乐家合作, 但也要与排练或比赛之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合作。 第三个是,要找到音乐的乐趣,如果我们无法享受音乐, 我们就无法将音乐的喜悦分享给观众。 他补充说,唐文新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他的父亲, 也就是国内著名作曲家以及雅加达交响乐团创办人唐重荣。 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很关注身体与心理的发挥, 这点在每一个家庭里都特别重要。 我一直以来总想为上帝与大家服务。 这想法应用到在我自己和音乐中的发展,唐文新说。 我希望从来自身体里面的与心理所谓, 我永远在相对生的相关联系和人家, 而是不只能生命的迷胎, 但是如此,看来自身体里面的王。 我一直在父母的生命之中, 我永远在父母的与年代表达交响乐团创办, 唐重荣牧师透露,从女儿参赛开始跟她一起向上帝祷告,勉励女儿交托上帝,不要骄傲,尽心研究乐谱,只管做好指挥。 她一述,从小时鼓励女儿向上帝祷告,选科抉择,人生录像也由上帝亲自带领。 唐重荣又指出,在儿女还小的时候已经带领她们祷告,教导她们祈求神的带领,长大被主用,现在四个儿女都长大成人被主使用。